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谈古论今节目 我是林丽 本节目由大宗商品专业品牌迎天下独家冠名 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王黎华和娄胜兰 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俩对于今天市场的解读 那在此之前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刘军 来听听他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又发现了哪些讯息 刘军 你好林丽 我们看昨天两市都是一个大幅的下跌 今天预期来的反弹来了吗 来了 但是很弱 量也很小 全天基本上就围绕了昨天的收盘价在那波动 特别是上海 上海可能更明显一点 创业版那边好像波动大 但是波动大也是涨跌幅都不太大 量也非常小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天是比较重要的一天 确切的说 应该说今天的夜里是一个 这一夜是比较重要的一夜 我们都知道明天凌晨 我们期盼已久的MSI就将正式公布了答案了 我们A股能不能纳入MSI 这市场之前预期总变是吧 一会说了70% 80%能纳入 结果出来了 成了 怎么样 高开 然后高开能高走吗 如果明天没成没纳入进去 低开 低开 它能低走或者低开甚至还高走吗 可能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 都在等待着这一只靴子的落地 提到靴子落地 其实这是个相声 就是我的老乡 苏茂老先生 他的一个相声 楼上楼下 楼上注意小伙子 楼下注意老先生 小伙子每天脱靴子 地板地 两声 老先生睡着了又给吵醒了 结果一提一件 他有一天扔一只 想起来了 第二只没扔 老先生转天来了 你扔两只 我睡着了 你扔一只 我这一宿没睡 干嘛呢 因为等那一只了 现在市场就是这样 我一直等在你那只靴子 你到底怎么着 你现在入也好 没入也好 你赶紧告诉我 然后我该怎么着 还怎么着 我该下一步 我怎么考虑再怎么考虑 你这靴子总不扔地 我总惦记着这事 其实市场现在有担忧 就是说不确定 市场对于未来 什么东西最恐怖 不确定 它并不是利空 你说有利空我害怕吗 害怕 但是我一旦知道 你什么利空了 这事我就看见风险了 也就无所谓了 最恐怖的什么 我看不见未来什么风险 您在操场跑步 把您眼蒙上 前面什么都没有 您敢跑吗 对不对 您敢像白米冲丝那儿跑吗 不敢 为啥 你不确定 明明知道前面什么都没有 那你也不敢 就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知道了 这靴子没落地之前 市场量 小了 非常非常小 然后大家都等 你说你像我跌完一天 我这等着 我是继续跌呢 还是继续涨 还是反弹呢 我谁也不知道 对吧 但是我们看到 最近几天 这个盘面的表现 各个板块 它可一点没闲着 该怎么走 还怎么走 该哪个板块强 还哪个板块强 该哪个板块弱 还是哪个板块弱 您看今天 今天长得好的 您看有谁 抗通胀的 长得不错 吸吐用词 长得不错 什么量子通信 无人机 这些东西 您不觉得这些板块 这些名字都很熟悉吗 它正是最近一直在活跃的板块 它可能这个活跃 它不像那些牛市一来 提方一通掌听板 然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掌听板 然后全板块一块掌 掌相当初咱们 券商都是集体掌听 还记得吗 对不对 它不像那时候 但是你会发现 它总是这几个板块 交替交替的去活跃 因此你看市场 昨天上午反弹的时候 也是这些板块 是出于强势 当然下午一跳水 都扛不住了 都回来了 留下了长长的上限 很多这种股 留下长长的上限 今天怎么样 有的是把上限修复了 就整个收复了 有的是什么 我已经吃回大部分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市场当中 有很多的主流资金 它其实根本就没在乎这个靴子 它到底怎么样 你是这个靴子落地也好 是往左边落地 还是右边落地 没在乎 该怎样还怎样 因此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MSI这一次 这16年能不能够纳入进去 无所谓 早晚你得纳入进去 我相信MSI 如果你没有A股 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指数 你是全球投资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A股了 你叫全球投资 它能够纯粹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成交量 全球第一名 对不对 另外我们全世界的经济发展 我们现在依然是龙头的地位 所以说早晚的事 去年没有 今年也许有 今年没有 明年我觉得也差不多 所以这事 我觉得也未必大家真的放在心上 我们拉回一句 即便今天晚上纳进去了 我们期盼那几百亿美金 它明儿就进来 这是一个 进来买谁 你说买这现在 现在到今年收盘 将近50倍平均适应率的谁 创业版 买它 买一定炒得很高的这种东西 未见得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事 是消息 确实我们应该深处资本市场 要关注它 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市场 是市场的本身 内因是取决定作用的 那都是外因 它会对于我们有影响 但是我们做好自己 做好现在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了 今天我们觉得 就是这种窄幅震荡之后 市场该怎么走 我们一会儿跟嘉宾进行个探讨 在这个探讨之前 这个消息面还是非常重要 除了这MSCI 其他还有什么消息 值得我们重点的关注 我们编辑给您做了一个汇总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市场缩量盘整 固执早盘低开后 窄幅震荡 全天震幅小于1% 量能较昨日明显萎缩 报收2842.19点 上涨0.32% 创业版纸同样低开 随后窄幅震荡 报收2058.31点 微涨0.18% 市场方面 昨日的大跌 使得跟踪指数的分级基金 集体飘率 其中17只跌停 此外 股指的暴跌带动多支分级基金 币份和濒临下折 分级人士建议 投资者短期注意风险 资金方面 二季度以来 随着市场的回暖 大宗交易也随时开始活跃 数据显示 二季度以来 机构席为大宗交易593次 交易金额为201.68亿元 机构资金进场接盘迹象明显 其中 机械设备 医药生物 计算机三大行业的 大宗交易金额居前 板块方面 美国经济复苏乏力 非农就业数据 大幅差于预期 导致市场对美联储 6月加息的预期 骤然下降 在全球风险偏好下降 避险情绪升温的背景下 近期黄金价格 出现持续上涨 受其推动 黄金股近期走势强劲 近10亿资金 入场抢筹龙头股 好了 我们回到现场 那么先介绍一下 今天晚上到场两位嘉宾 一位是楼盛兰 一位是王黎华 那么两位啊 晚上好 就是说今天这走势呢 摆在大家面前 像昨天那谁 那个胡子和卫宁海来了 就说你看感染不好 一个大阴线下来了 这个问题有点难 可是今天这问题呢 同样它也不简单 你看说是不是 反弹呢 基本上 昨天一根大阴线下来 基本上今天下来 跌这么多了 反弹很正常 弹了吗 弹了 但是不强 很弱 而且是缩量的 那如果按照我们传统教科书 放量下跌 缩量反弹 你这是不是后部 还不行了 是不是 但是确实市场跌那么多了 你说短期呢 市场该会怎么走 或者是我们昨天 我们昨天做一调查 昨天跌下来 大家有将近70%的人 或者是没动 或者甚至还抄了 那这部分筹码 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 是继续等反弹 还是我们在这个 就是看不好 我们先出来 到底怎么办 我希望今天晚上 我们三个人能够好好的讨论一下 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一个好的帮助 首先 盛来 你觉得近期走势下边的空间 或者是反弹 你是什么个观点 因为很长时间不来了 和大家汇报一下吧 其实我对大盘走势 就中长期来看 我觉得这个指数 用一个套话来讲 还是一个均衡式 就是说它不会有很大的 大幅度的一种指数性的行情 比如说我们从2000涨到5000 肯定是指数性的行情 5000有个调整 调整下来 那也是个指数性行情 所以从现在来看 特别是今年来看 回过头来 我们从今年来看 实际上我们一直是一个 没有指数性行情的 一个平衡的市场 那你说盘盘 有一个100点的上升 那前两天我们就看到了 但是就说 一定是这个大盘反转了 我看也未必 那么昨天我看见很恐慌 然后又是一个 近白点的下跌 那么就是 是不是一下子 就是说 这个市场要重新 回到一个大跌的趋势 那我看今天 今天也没有 继续的往下大跌 所以我对整个大盘的判断 就是说它是一个均衡式 没有一个指数性的行情 那么我们先把 我报告一下 自己的中长期的游客 就是对我来想 就是这个中长期的 说一个大数吧 因为说实话 我也不是很关心 这个指数的一个 短期的波动 那么就是一个中期的波动来讲 我觉得 能够有个四五百点的 这样一个区间 已经是一个 整个的一个震荡的幅度 那么我们再把它拉得长一点 那么有个七八百点的 一个震荡区间 也可能就这样 那么无非就是 在这上三千多一点 下两千 很多人都很担心 两千六百这个点 守着说不住 那么退一步 就是在两千六百五十点 如果两千六百 这附近一个震荡的话 也只不过是这个区间 那么实际上这一句话 对于指数操作来讲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散户 我们又不买期货指数 所以那也没意义 所以我倒是想提出的一个问题 就像刚刚刘老师讲的一样 就提出一个什么问题 就在这样一个比较均衡的 波兰不惊的市场里边 我们倒是应该是 更应该关心一下板块 或者个股 各种这种精彩的表现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一波行情起来 我们也看到 很多股票都上三百了 对对对 熊市牛股 对 过去有个想想 我们第一 有一个三百的 江南重工 上三百 所有股票在国内市场上三百 上三百块以后 好像这个就是一个 标志性的 标杆性的一个东西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 这样平衡的市场里边 也有一个上三百块钱的股票呢 那当然他说 可能有回来 他今天也跌了 怎么样 那当然三百块钱的股票 漫然涨跌 肯定有很多原因 很多方法 那么我觉得 倒是应该去 大家静下心来 在这个平衡的市场里边 找一些板块出来看看 然后大家提一些方法出来 我前段时间也看我们这个节目 刘老师讲了一个新闻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巴菲特买了苹果股票 970万 这个为什么是新闻呢 我也给大家汇报一下 实际上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我在读本书 叫滚雪球 就是写巴菲特先生的一个投资概念 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巴菲特谈的一个概念里边 在他的我简单的总结一下 他大概在投资内有几个这样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呢 就是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他对投资标的的合理性 他有一个相对的要求 就是说这个东西要日常常用 那我用一个潜伏的理解 就是日常常用 这个东西日常常用 我们知道巴菲特有几个很成功的 成功的概念 可口可乐啊 强生啊 然后华盛顿油炮 吉亿啊 然后还有他也卖金融股啊 那么这些东西 他说按他的定义 就是说这是一个合理性 合理性 第二个问题呢 他投资的要有个回报性 那么他有一个单年的一个利润率 和一个五年的符合利润率 要求五年以内的符合利润率 是一个翻倍的一个概念 然后第三个呢 他有一个投资的安全性 那么这就是说到我们的新闻点了 就是说巴菲特为什么不卖 当初啊 为什么不卖科技股 他有一个小小故事 就是说他和比尔盖茨先生是朋友 但是他不卖未来的股票的 以个人的名义买了一百股 以是朋友的支持 这个我们曾经是作为一个例子 就是说巴菲特先生稳健投资 但是过了那么长时间 他突然间去买了一个苹果公司的股票 那么这一天刘老师讲了一个新闻 我们可以这样想 把上面讲的三个指标来 然后去倒推一下 看一看我们互联网 有哪些是符合巴菲特先生的逻辑 对对对对 实际上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互联网技术电子技术 实际上已经很 已经很成熟了 我们过多少年以前 一个手机是一个很金贵的东西 那么现在好多人都有两个手机了 然后手机的升级 现在我们用苹果啊 用三星啊 用各种各样 国内的一些华为啊 实际上都是一流新一流的产品 那么这个已经是 到我们已经是一个运营的市场上去 就是它已经迁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有合理性 所谓的合理就是财务回报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样就引断一下 引用一下大概的互联网的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互联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划分分段 就是我们知道2000年的时候 互联网以互联网破灭为标志的 一次纳斯达克的崩盘式的下跌 那么2000年以前 80年代的时候 正好是互联网起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大概是15年 然后2000年以后到2015年 又是15年 那么在又是15年的时候 巴菲特先生去买了苹果的股票 实际上这对我们实际上是个借鉴 通过这样一事 我觉得大家也应该隐身下来 就是说我记得那天 我讲的时候也是 以后我们对蓝筹的定义 是不是也应该修正一下 应该与时俱进一下 这个楼先生您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指数上应该讲 我没有必要太去关注它 每天跌多少个点 跌10个点 涨8个点 这无所谓 您只要在这个平均航式当中 寻找我们能够给我们带来 长期收益的这种公司 一个标的 这是一个 其实我们现在应该重点 把那种放在这 是意思吧 对 那好了 黎华 你刚才楼先生的意思 你指数 你帮我看 没得到的意思 就这有个小的一个空间 对吧 你这个观点 就是说现在讨论大家 第一个2780 2780下方就2638 是吧 你觉得这下边这哪能撑得住 刚才楼先生说的是对的 我是比较顽固的观点 就是目前指数确实是 好像没进 各股为王的时代 那么今天我还是对上证指数 目前的波段的观点 我认为还是一日有 和两周前的一次一样对称 我觉得两周前 当时一根100点的大阳线 我认为就是一日有 那么现在昨天跌下了100点 就下地一日有 那么整个走势呢 我拉了一张图来 您接着讲话 我这张图呢 就是说一日有反弹 这样的走势呢 是比较隐蔽的 为什么 这么说呢 我们当时看到就是 从3097下来 到了2781点以后 就是我们耿耿于怀的 有15个工作日是个平的一个底 然后突然就是5月31号的时候 大幅的上升 结果 结果整个的市场 大家认为就是还能继续上升的时候 突然走了一个平台以后 昨天就破位的下跌了 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短期下跌的走势 拉成就是跌下来 把这个直角三角形平走和单日游 看作是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斜边反弹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晰了 就是反的 它就是反弹 其实就是个反弹 它把它这个反弹 就是我比较形象的 好像有点像直角三角形的 这个勾股定律的一个斜边 它去用两条直角边走了以后 把我们给迷惑住了 认为就是大的行情起来了 结果就是又破位下来 我当时判断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说 上升一日游 那么下跌也是一日游 接下来我判断一下 这个上升之处短期 短期我认为就是 接着昨天的下跌以后 我认为大家做好一个准备 可能要回到2638和2780之间 调整会打住 也就是说 就是2700点左右 对 或者你精确一点 就是2638和2780 这个点位当中的0.618或者0.5 我认为是这次调整的一个 结束的地方 严下之意 即使大跌 我还是认为这里没有大规模的 您的意思就是2780会破 2638不会破 因为2638紧接着 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反弹 但是有一点 5178的熊市要结束 就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结束 或者是一个大 那早了 那不是现在的 紧接着 那么简短讲 我想讲讲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对上升指数 我们现在有许多投资 还是认为就是牛市 那么接下来 我带了一个就是 已经过去的图 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会有真正的上升指数牛市 就是一句话 250天线 以年为单位的 平缓下跌以后 走平 然后再撬上去 这个时候 才是牛市的 必要条件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牛市这两个字 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我们看一下 曾经有个市场知名人 是在三年多前 四年多前 在2132的时候 曾经抛出了一个钻石底 就这 对 但是我们发现 整个上升指数 在抛出钻石底以后 结果是过了34个月以后 才展开的 并不是马上就展开的 那么这样一来 也就是说2638市底 但是牛市可能要到三年以后才来 也可以的 我就是用这张图来表达这个观点 市低 但是没有行情 2638市底 是一个没有行情的底部 就是这样一个表达 如果说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有牛市 这张图 就是已经走过的这张图 可以诠释一下 你把现在的上升指数的年线半年线 按照平滑度一直往下拖 拖下来就反撬上去 这个时候上升指数的牛市就会来了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就是个股 或者是大家所称的结构性行情 那你现在的年线是跌得最快的时候 年线跌的是刚刚抛物线往下的时候 你刚刚减这个期间的高点 一周年 今天当然也是个好日子 其实5178一周年 其实今天大家看看 是2245 15周年的日子 2001年6月14日 大家翻译一下 就是第一个牛 第一个大牛市 第一个大牛市结束的那一天 就是2001年的6月14日 这6月份挺爱整事 挺爱整事 而且是多事之秋 接着就是明天 好像就是MSI一环门加息 其实这些事 刚才您说了 其实和指数本身没有关系 指数该指挤的内因 决定了外因 这些都是外部因素 可能对开盘 或者是盘中某一个小时 有影响 时间一长 可能是 它就是一小浪花 对 本来就没发生过 那好了 既然这样了 我觉得你如果说 2780会穿 2638不会穿 那距离现在应该也不远 所以说 就是对各股方面 其实我认为做股票 已经下来了三大波 从5178 我们回想 5178到33773一大波 然后从1106到2850又是一大波 紧接着今年1月4日 从3684到目前的低点2638 不规则的下跌或者是大跌 已经三段过去了 因此我认为就不必再计较 今天明天或者是某一个地方套了5% 套了10% 其实要跌的话 许多的钱已经被抹去了 在这里计较的话 有点就是 着重于小点 放了大头 没意思 丢了西瓜 这也没意思 那么这时候 我觉得现在 如果按照您所说的 就是说我们2780到238之间 这个位置 也就278点上下 这位置可能会是一个 比较坚持的一个 至起码是中期坚持的底部 如果这样的话 应该其实现在就应该叫底部 它底 它不是一个很局限的一个点 它是一个部分 那么现在 既然是底部 我觉得现在就应该考虑 可能像刚才罗先生讲 我们现在考虑 我们现在倒不是应该计较 指数的每天的涨涨跌多少 更关注的应该 什么板块 什么个股 是未来的机会 下半年的机会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 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一点 您我知道 是长线的 是不是现在 这次现在 现在已经快到底部了 您的分析 我是这样 长线是这样的 不是说持有 就是我现在近 大概四五年了 我一直用的是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股票 我认为是有长装的 你现在您关注的是哪个 像那个罗先生 互联网金融 对 很鲜明 我现在还是关心的 就是一个就是安防的 一个就是信息的4.0 还有一个就是健康消费的 依然是这几个 大的不大会改变 我因为为什么不改变呢 因为这里面 有长线主力在做 长线主力 一般做了以后 进入了某一个板块 或者某一个个股 它是不会弃装的 就是不会因为 你明天有什么消息 或者后天有什么大飞减吃 它是什么事情 都不来管你的 就是一个进的 就是走到底的 走到什么时候 它会走到整个 这个股票的行业 就是业绩 或者是行业的地位 垮掉的时候 它才会转向 时间跨度比较长的 因此在这个里面 我是长线短做的 就是对着自己的个股 来进行 就是长线增长 就是一个交易 因为我说过的 像我们就是 个人的小心投资者 还真没有实力和能力 天天在里面赚来 赚来赚去的话 通俗的说就是 你不赚100万的话 套牢了30万 可能或者到某个时候 又回到100万之外 如果跳来跳去 100万结果搞到后面 反而变成50万了 这就是一个结果 那这个长线短打 这说起来好说 对 其实做的时候 还是需要一些技巧 在里面的 有 对吧 还却还避免不了 被套或者是 被生套的过程 一会儿呢 就是根据您 这个应该有20多年了吧 这在市场里面 应该是10多年 10多年 在这里面的经验和心得 就是怎么样 我做到能够长线短做 那么有一些技巧 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问楼先生 您刚才这个逻辑 就是说我也听明白了 基本上就是巴菲特先生 巴爷爷 他的逻辑 那也确实 他是一个价值投资 一个典范 就是他这个逻辑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A股市场当中 能够落地生根再去运用 我肯定 我觉得您有您的心得在里面 您也不可能生搬硬泡过来 那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的心得在哪 那么我那一般的情况下 监王老师讲的 其实我也不是很关心 这个短期的一个情况 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 一个是必然性 一个是趋势性 一个是必然性来谈 那么接着刚才的话讲 就是说 为什么觉得互联网这一块 能够有一个题材呢 很简单 就互联网已经影响到我们 这已经是个趋势 而且从现在来看 所有的行业 都必须和互联网进行融洽 没有网络 基本上什么时候都干不了 对 那么这个就是个必然性 那么我这里边呢 其实两个方法 一个呢就是说一个矩阵法 一个就是说 很简单 也不用 又毕竟也是一个闪 或者也没有很多的精力去办 那就我作用了一个矩阵法 我做一张表 刘老师给看一下 我给您调出来 谢谢 是这样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这个矩阵法怎么用 就是把这个市场 分为 分回几个因素 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比较熟悉的 一个利多 利好吧 利好也好 利多也好 一个就是利空 那么 一个利多 一个利空 然后呢 就是这个两个呢 做一个比较 罗列 然后进去比较 第三个呢 就是提示一下风险 任何时候 因为市场嘛 无非就是风险 对 一个机会 机会 那么我们就这个 是个原因 然后做出一个矩阵图 其实这个 这个技术 后面 是有输出的 那么我们就这样 怎么运完 就是说 这个 这个矩阵图 然后你把这个矩阵图 可以放在 所有的市场的 所有一个点 比如说今天 今天是小幅反弹 然后你放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往 一三个月 三个月前的某一点 然后也放一下 然后我们假设 往后面一个月 我们也放一下 一个月我们的行情 都不知道嘛 随便画一个点 画一下 然后这个里边的因素 都不同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 裸列的 那么我们有些 哪些利多因素呢 比如说我们改革的突破 对 改革突破 这个改革突破里边 就很简单 一个供给车的改革 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 就是一个科技创新 和发展的 进一步的确认 那么前一段时间 国家级的科技 科技大会都开过了 那么我们就很多的 很多的一个资讯 那么我想这一点 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也 回到很多技术派层面上的 来讲 我们去看一下 其实实际上 我们中长期的一些 均线都在粘合 实际上我 我粗略的理解 就是均线粘合 就是市场的交易成本 在粘合 没错 均线就代表成本 对吧 如果是大家成本 都在这的话 那么它就不可能 会产生一个距离正道 那么这个就是 我前面刚才 讲的那个 大概的判断 就是一个均衡设 那我也不敢说 它一定是 有涨跌 有暴涨暴跌 这也不可能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的外围情况 因为毕竟现在是地球是平的 然后整个经济和国际经济 都是一样 其实外围的经济 应该说还在企稳当中 那么企稳当中 我们讲了很多的 外围的情况 那么其实还在企稳当中 总归要比08年这一次 经济危机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要改善很多了 那么这是利多 那么利空呢 那当然我们也要很正视 比如说我们经济的下滑 确实是也有一点压力 国家一直在出政策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经济下滑并不可怕 担心的是什么 产业升级的突破 这是要有突破点的 就是说我们不能 靠一些传统产业 煤团 钢铁 刚才讲的供给车 这些这是对应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我们也要证实 就是目前股票市场里面的 盈利现在确实不强 确实可以用岔子来解释 这个都是利空 那么利多和利空 我们想一想 这几个理论 这几个原因 放在三个月以前 是不是也存在呢 其实也存在 经济又不是今天不好 对吧 然后又要突破 然后一直在找 然后整个改革也在深化 然后也有很多 这些问题都有 都有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就是我们把我认为的利多利空 进行一下对冲的话 那均衡一下的话 我们首先想到一个风险问题 就是说这个风险在哪 那么投资风险 就是一个不确定性 而我认为 现在最不确定性的是个时间风险 就是说了大家一个 都比较通实的话 就调整时间到底有多差 刚才王老师讲了 年限要怎么转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运用上去 因为不是说我关心基本面 就不关心技术 也关心技术 只不过我就淡化一下 确实是这个时间确定性 我们也不能确定 我也不能确定 那么在这个风险情况下 有没有机会 我也要回答一下 那么刚才已经讲了 在这么多利空里边 我们发现有一个 产业升级的突破的问题 就产业升级怎么突破 产业升级的突破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 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人工智能和新材料 这一块确实 从科技的角度 我们跳开股票市场 证券市场 从科技的角度来讲 人工智能的发展 和新材料的发展 给我们带来很多切记 没错 这个是在市场上也能够应用 我们对从科技的角度上来 也能够应用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在市场比较平稳的情况下 关注这个机会是可以抵消 相对抵消风险的存在 那倒不是说没有风险 没有风险 只是说能够抵消这个风险 而且作为一个投资的方向来看 这两个应该是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取决方向 所以说您那个结论是 短期相对强势 对 这样也就是说 刚才讲了 就是说 但是我这只板块性的 又不讲个股了 就是板块性的一个问题 这一个方法 就是引识到前面 刚才我们讲 巴菲特的一个投资概念 然后一个新闻故事 就是他买苹果 这个故事的话 再演示一下 居然是科技互联网 然后我们前段时间 在上一波展示的时候 大家炒一个互联网加和加互联网 其实今天我们股市 在不振的情况下 互联网加是不是还是有作用的呢 其实还是有作用的 人工智能 智能机器 智能制造 这一些都是要发展的 这两天德国总理来 然后我们重提了工业4.0 这个事情 那其实产业 这个就是一个产业升级的世界 那么在整个互联网里面 那么刚才讲了 这个有点大的互联网 金融是什么 什么是互联网 那么我们就在大框里面 我们找一个 就其实在这么多的互联网技术里面 有一样东西 我提醒一下大家 可以共同关注一下 就是集成电路 芯片 因为这个是电子技术核心的核心 也就是互联网接受 你得用这东西 对 任何互联网都得用的 不光是互联网金融 然后智能汽车 智能机器 都要用这种东西 你不可能挑开来 现在最起码 我们还没有一个技术说 我能代替芯片 我能这个目前没看到 但是芯片里边 我想讲一个 集成电路设计和芯片里边 我想讲两个新闻点 就是说 这是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 就是2015年 500强纳税企业 有传统的 也有新增的 传统的我们知道 什么银行啊 可能是纳税大货 新增的里边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集成电路设计 信息系统 能造纤维 高端制造 这些都是新增的 新增的一个纳税大货 那我们找板块 也就是还是从新增里边去 对 它居然是 税收上是新增的 说明这个产业在发展 赚钱 赚钱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数据 比如说集成线路 电路这个板块 我国的集成电路板块的 则将生产水平和科技含量 在世界上是一流的 我们的很多国内企业认为 哎呀量大 因为我们这个国内体量大 整个中国的生产 国民生产的总值 要占世界第二 那既然如此 我觉得大家的选股思路 其实很简单 市场当中业绩是永远的主题 那你集合的业绩 也就是你今天业绩 不好没关系 你明天业绩好 这东西你要能看到明天 谁能够提前预知到明天 为之到未来 那么就等于抓住了市场的提前的热点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做股票也好 选板块也好 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你跟着热点跑 这是不对的 你要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去埋伏到明天的热点里 这才是我们的真功火 您用楼仙这种方法 不妨试一试 好了 李华 您刚才说了 长线短打 这个技巧 我跟大家讲一下 再讲这个 我讲两句 一个就是主板 主板我认为在落实市场 3000点 其实是个高位 尽管有些朋友们不大愿意听 但是我要说一下 另外一个 我谈一下由于现在我国的经济就是发展的逻辑已经在发生变化或者是即将发生变化 因此互生市场的主流行情可能也已经在发生变化 我们这一点已经体会到了 因此我认为 以后一段时间 无论MSCI加入与否可能成长性一类的轻质展客股 依然是整个主流行情的主线 因为关于老外买什么 标准的回答应该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刚才也和刘先生说了老外带中国来往往到最后随乡路 而路乡随俗他去买的东西你们认为他不可能买的东西这是可能性一旦存在的话那比现在还要疯狂 好这两点我想讲完以后我讲一下就是个股的案例分析我一般怎么来进行一个个股的分析和操作的呢 一般个股分析这张图我就代表现在和我在一个房间如果做过股票的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股票是我做过什么名字 一般来说就是第一个我来节目说过一般吃心股我是一年以下不买的 那么这个股票第一段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第一段平的这一段就是上市一年多了 一年多以后还有一个条件也是我节目中就是没有出钱的个股我是不做的 就一定要送股尽管有人说送股是数字游戏对我就要这个数字游戏 没有数字游戏就不要这个股票股票哪一天注视油时送时我保证要 如果说他不送我就永远不要就是这一点送股以后他能够有一次填权 填权填上去你不是说如果说填上去了你不是说这个脑子有毛病了吗 你除下来了一个翻了一倍你还去买他干嘛对就是要这种股票 如果没有这种走势的话不能要为什么这就说明这个股票 经过你个人或者是市场主力已经有一年多的筹码运机以后 他对这个股票的业绩性和成长性和你的判断已经有一致的地方了 因为我们散户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你认为对的地方肯定对 但是主力正好没有筹码你对也没有用俗话说的散户债对没有主力没有用 还有一句话套用就是说没有牛市任何人都是扯淡 你不管你有没有本事没有牛市就没有一切 然后这个条件成立以后再加一个上次我说的就是成交量要萎缩下来 正好和朋友们相反朋友们要的是成交量要放大 我要的是成交量反下来成交量缩小下来说明前期一年多的筹码 基本上全部被该股的主力所持有 因此这一段的时候才考虑买进而不是在下面买进 下面买进的话老实说一你是判断有时候你买了 我买过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持有就像现在 即使2638这里是底你也在短打你是不会持有的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然后翻了这你就除全以后两个字白送以后才考虑买入 数量买入买入以后的话要根据当时的市场 你如果说是如果当时是到强势的话 你得持有持有的这上面一段上面一部分 说实在的是靠技术来判断的 你靠基本面我认为散伏投资的真的是没这个能力 因为有时候叫什么强者横强 上升途中不严顶你都可以用上去 什么时候跌下来由市场来决定 一旦跌下来的以后我们会发现 整个第一波又是和我上次案例分析 有吻合的地方就是浪性要清晰 这里两波走上来了以后浪性要清晰 跌下来了以后按照技术分析 做一般快速下跌20%到25%你去抢反弹 以下全部都是技术面 技术面做技术面的时候 其实就是市场的调整式和熊市来的时候 这一点没有办法的 这段时间也就是你做长线的投资者 往往要比短线的投资者吃亏的地方 你有可能会在这个股票上被陷下去 但是有一点又回到就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说一旦被套的话 由于这个股票的基本面和业绩 都处于成长阶段 主力也在深度戒落的时候 所以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就是以后会创历史新高 这个时候你有钱可以逢低贪博成本 贪博有个条件 要必须这个股票是牛股 熊股不能贪博的 什么煤炭股贪博 你都是给自己在这个爆发 其实还是买进加仓 加仓的时候 首先通过前面 就是上市一年以后 除权债田权筹码所得联好 首先确定它的成长性 之后才能够再弱势了 再跌的时候 这个这个 逐渐的所在加仓 牛股正好碰到什么时候是个灾难 正好是本身调整 加市场系统性风险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比如我去年来的时候 这个牛股就是逢市场不好的时候 其实是错杀的时候 我们逢这时候加仓 这是一个 这个离华的一个操作的最最精华的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锁住牛股 然后逢市场不好 错杀的时候 把它逐渐摊倒 逐渐加仓 这个是我们的操作当中 一定要注意的一个 长期的以来 您自己心中一定要对这只个股 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入的了解才可以的 好了 那今天我们听完现场两位嘉宾的观点之后 在今天这种缩量调整的事 我们场外嘉宾是怎么来看的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大盘下行的空间是有限的 我觉得短期震盪 主要是受到 我关于MS1的情绪的波动 我觉得是要关注金融股和 收缆短线的大盘 并没有说有什么太大亮点 但是我们看到月线 连续四个月 MS1也就是在 瑞州市的收缆 我觉得中性 依然是处在布局和叙事的阶段 故事大盘 周一受外盘影响破坏了2780点的上涨 使得本月的走势演变为2780点 至2940点的相继运行 日线形态上看 2638点的上升以来 价格波动逐步收缩 随着修正器的创长 未来攻击3600点的可能不但加大 展现意气大盘 在明后天考验2780点的支撑后 就会向箱体上规运行 操作上 可以利用箱体高抛机器 反快选择 新能源新材料化工资能机器细腻现实 欢迎回来 在听完了嘉宾的观点之后 接下来马上进入 谈股论经的另一个小板块 股市聊聊8 好了 欢迎回来 股市聊聊8 今天我们还是联系剧 市场强一天弱一天弱一天弱一天 在这时候我觉得 我们更应该做好知识储备 市场真正走强那一天 你应该怎么样 我上战场 我首先武装自己 那才能够上阵杀敌 对吧 那么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 带上线的阳线 昨天也说带上线阳线 不过是在顶 那今天上涨途中 你会发现很多个股 长得出来一根长上瘾还放量 你说这个是射击之星 还是先止路 我不知道 他也许是回去了 但是你往往冲高回落的时候 你卖掉的 有可能 它就是这牛股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那么我们在上涨途中 如果出现这种长上瘾的阳线了 那多半是什么 什么呢 短线获利抛压所致 这短线获利抛压 关键这抛压是谁抛的 这个最重要 整理过后 干嘛 应将 扔将啊 继续上涨 你谁抛的 如果是散户抛的 那你抛完了 它可涨得更快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主力抛的 那就完蛋了 那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出来 谁抛的呢 比如说转天 如果是继续受阳 并突破这上个线 你看昨天有个阳线带上个线 是吧 冲高回落了 转天呢 这带着收盘 我开盘平开 然后上去 把这根上线完全打掉了 也就是说昨天你抛掉的人 今天全干嘛 拿不回来了 昨天你抛到最高价 今天拿不回来了 什么问题 那是这快速洗盘 一说到洗盘呢 大家伙就想 你长起来 然后跌跌跌 这叫洗盘 在这个呢 是怎么样 是冲高回落 向上洗盘 你看这个 跟刚才那不一样吧 所以说这种洗盘 向上的洗盘 它往往比向下洗盘呢 它透视更加凌厉 更加凌厉 那么还有一个 转天如果收阴呢 这不好 这是说明股价呢 它有短线 就是调整了 你这个出现上线 阳线了 如果转天收阴线 那说明昨天抛的谁啊 那主力可能抛下来了 那如果说这个主力抛了 但是转天立即缩量 说明主力 其实呢 它只是在高位 试一试盘 它可能抛掉一部分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出货 因为它缩量缩得非常厉害 那就是说明主力 并没有完全跑 别着急 这类股票调整之后 还有啊 那么如果在军线 多头排列的前提下 突破了昌上瘾这个价位 那视为调整就结束了 你这个收阴线没关系 慢慢慢慢起来 把它突破了 突破上去 证明这一段调整结束 证明这个昌上瘾 以及调整的时候 并不是主力的出货行为 它只是拉升过程当中的一个修整 我们举个例子 这是创业版 它的日K线图 这是一段非常单边的一个声势 我们看在图中有两个箭头 一个箭头两个箭头 都出现了这上线阳线 您看第一个 转天阳线 把这个阴线 把这个上线完全打掉了 就是把这张上线完全打掉了 也就是你这个冲高回落 您如果这是卖了 转天干嘛 被加空了 是吧 那么之后 你看出现了一个上涨 再回来 你看回来这位置了吗 你望左去画 望左去画 它依然是这根阳线的中心位置 也就是这根阳线的 它的平均成本并没有被跌破 即便在日后的调整当中 也没有被跌破 我们再通过这个隐身一来 就是说为什么它不被跌破 也就是它一旦在这一天卖出去的 它不会再轻易的给你机会 从容的把筹码捡回来了 这就是它一个向上洗盘的过程 同样 这又收出一根上线了 但是转天收音了 收音之后进入调整 在二十天附近得到调整 然后一拖着二十天线你看这一天 怎么样 又再次上插五日线和十日线 又站上了 一旦突破这个位置 你看再次进入上涨 这个图比较短 后边还是上涨 所以说对于出现在上涨 这过程当中出现长上阳线 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 关键是你要看后边它怎么去走 这个是出现上线阳线 您没关系 您可以先抛一点 没关系 但是后边 一旦它出现非常凌厉的上涨 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什么 有点昨天坏了 昨天冲烧回来我没卖 今天再起来我卖了吧 错了 恰恰这时才是个买点 很多股票 不管是在日K线上 周K线上 月K线上走势这样的图 您回去看一看 非常非常多 它其实都是一个什么局部的一个非常牛的一个个股的诞生 其实这一点正因为它突破上线了 我才怎么样 认为你是个牛股 它也是选牛股的一种方法 今天上线阳线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第一个能识别出来是不是主力真正出货 二一个其实也能够作为一个选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希望您能结合以往的您操作过的股票 或者翻翻其他的股票 来仔细的研读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吧 好了 那么股市摇摇之后 我们将进入下一节板块 是微信连连看 微信连连看 今天有一位友说了 我想请教一下 有关CCI指标的运用 当遇到日线下穿100了 60分钟即将上穿100的情况 我该怎么操作呢 CCI指标 它和其他的一些震荡指标不太一样 其他比如说微连指标 RISI它的高 KD都是一样 最高100 最低0 它就在0到100这转移 这个CCI它不一样 它上面无穷高 下边无穷低 正常的运行范围 运行范围之内 是正100到负100之间 如果这个CCI指标在正100和负100之间运行 说明这个它基本上是个震荡式 突破100了 往往是我们短线高手非常喜欢的 非常去努力去猎取的目标 证明什么 这股进入强势区了 进入强势区 我才能短线有爆发力才好做 对不对 那么如果一旦这只个股的赤彩指标 从100以上 它回到100以内了 说明它又回到一个相对平衡的势力 虽然它没到弱势 它最起码它不是一个短线 非常非常具有爆发力的个股了 这时候我们应该就什么舍弃它 再选择其他的强势区 但是如果这时候60分钟上100了 那你说60分钟是不是强势呢 不然不能这么看这个指标 一定要以日线为主 短周期一定服从长周期 如果短周期和长周期它相违背了 一定以长周期为准 那么这才是不管是哪个指标 不管是哪个指标 它一定是这样子的 只要是发生违背了 一定以长周期的为准 这是这个指标使用 不管是CCI 其他指标也是如此 好了 今天我们见的留言 有一个依然 一位朋友他说了 美国股市连创新高 中国股市却从一年前5178跌到今天的2842 其实我觉得入与不入MSI已经不那么重要 调整这么久 应该涨了吧 应调整这么 我要一朵 早该涨了 还有呢 一位朋友说呢 MSI呢即使被纳入 资金也要明年6月才进入 倒不如养老金进场更实惠 更看得见 其实我觉得呢 这市场呢 我觉得呢 什么是最大的利好 跌下来就是最大的利好 什么是最大的利空 涨上去就是最大的利空 因此呢 我觉得市场在跌的时候 可能正运着机会 但是 但是 你一定要等到市场的拐点出来 等到确定性的买点出来之后 再进场也不迟 好了 我们一起连连看之后呢 我们进入广告 广告回来呢 将进入我们最后一个板块 是明日 抢先报 在听完了股市聊聊八之后 接下来马上进入 谈股论经的下一个小板块 明日 抢先报 好了 明日抢先报 今天的明日抢先报 您可能有个问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明天凌晨那事 不知道怎么 结果是什么 不知道啊 你说不知道情况 你怎么报啊 不管它怎么样 市场都会有它自己运行的节奏 因此呢 我们抛开这个一些消息面的影响 市场呢 它到底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它下一部分的运行的节奏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从技术上来去看一看 那首先呢 来看看上证 它宗旨啊 日抢先 五日线死插十日线 今天死插了 明天五日均线将下行至 2875点附近啊 那么它是一个长阴线之后的 缩量的小阳线 属于弱势反弹的结构 MACD呢 零周附近粘合的状态了 它已经粘合了 那是不是粘合起来再发散 还是就死就死插 那要继续观察 KDG继续死插下行 要谨慎观望 现在还没有市场 没有给出最终的选择啊 还有谨慎观望 那么60分钟呢 均线是空头排列 且之间的均线之间的 规离过大了 你看这均线之间的 规离非常大了 那在这时候呢 快速下跌之后 它进入一个震荡的结构了 MACD死插状态 绿柱缩短 KD死插进入超卖区 它已经进入超卖区了 所以说呢 短线有技术性反弹的需求 要谨慎参与 通过今天走势 您看这个反弹出来了吗 出来了 但是它是以时间的方式来出现的 而不是空间的方式来上涨 所以说呢 参与的时候呢 在这种弱势的时候 还是要谨慎一些啊 创业版呢 均线由发散状态的回收过程 短期均线就是这样了 长阴线过后的缩量小阳线 属弱势反弹结构 MACD死亡交叉 KDG死插下行 还是要谨慎观望啊 那么它的60分钟呢 均线同样是空头排列 快速刹跌过后 低位的震荡和主板差不多啊 MACD死插状态 绿柱在缩短 绿柱缩短了 KDG已经进入超卖区域了 短线进入修复性反弹 谨慎参与啊 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呢 和我们现场两个嘉宾呢 再说一说 行情震荡 很多朋友踏不准节奏 常常买进就下跌 止损又反弹 甚至两边犯错 今天将免费送你太极线 专对震荡行情 帮你高抛低吸 踏准节奏 你只要发送80到12114 就可以免费领取 太极线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红色表示价格较低 未来大概率上涨 你可以参考买入 绿色表示价格偏高 未来大概率下跌 你可以参考买出 到底能不能帮到你 现在就发送短信80到12114 免费领取太极线 实际应用一下就知道了 震荡行情 抓住机会的关键就是高抛DC 可是何时高抛何时DC呢 赶快拿出手机 编辑短信80 发送到12114 来免费领取太极线 用太极线来帮你应对震荡行情 把握高抛DC的机会吧 要用奔克斯管 无染防漏水 好管就用奔克斯哦 本节目由大宋商品专业品牌 银天下独家冠名 好 我们下面进入抽奖的环节 请看大屏幕 停 恭喜屏幕上这个观众 您将获得飞科集团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好了 回来我们回到现场 前面请问两个嘉宾呢 现在这个反弹式呢 就是说你看很弱 但是很多个股上走得很强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找股票的时候 是从这些强势股里找呢 还是从底部相对的 低位安全一点品种里找呢 我是两个 一个呢就是自己原来的股票 持有的股票 如果说这一波不是一个系统性的下跌以后 在下面我认为这个时候等待有时候一种美德 这个等待起你对自己的个股自己做一个交易 另外一个 那就回去看 然后把我的预线放射 来去向我方 我们要在身边的腊团 里面的腊团 我怎么走 如果是我 一直再来看 我会想到区别人的山寸 呢 但是我们不在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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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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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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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